吴国光,习近平为什么访问美国2023年11月12日? 此前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看好习近平会借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之机到访美国,但现在这场旅行已经板上钉钉,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见本周内即将在旧金山登场。 这距离习近平2017年4月的上一次美国之旅已经过去了六年有半,六年多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夺去了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 战争炮火从欧亚腹地烧到中东,人类再次回到暴力时代。 那么,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紧张将得到根本缓和,因而也有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看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会访问美国。 大权在握却面临内外交困的习近平。 说习近平内外交困,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就内政而言,习近平在一年前的中共二世大上达到了权力的新顶峰,随后在今年春天正式开始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就其对于权力的掌控而言,可谓创新了中国过去将近半个世纪里的政治记录。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遭到新冠疫情的重创,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影响下增长前景持续低迷,但在2021年,就经济总量而言仍然达到了新的高峰,已约17。 7万亿美元的体量占到美国经济体量的75.3%,这也是中国经济体量与美国经济体量相比占比最高的历史时刻。 就外交而言,北京刚刚在上个月举办了一带一路高峰会议,而一带一路这个由习近平发起被西方媒体称为雄心勃勃的项目,涵盖153个国家,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三。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尽管外界无法准确衡量一个专制国家领袖的民意基础,但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在中国民众中不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高。 一年前的白纸抗议,上个月前总理李克强促然去世所引发的悼念活动,甚至上海民众在今年万圣节之际的化妆表演,都被普遍看作是民间对习近平高度不满的表现。 哪怕是在权力层,本来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新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上任半年左右即被仓促清洗,显示了习近平大权在握背后的暗流涌动。 更重要的挑战来自经济领域。 三年新冠疫情危机虽然打击了中国经济,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制度性政策性原因。 疫情结束之后,当局所预期的经济反弹没有出现,而是持续低迷。 投资外贸和消费,这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呈现出疲软无力的状态。 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30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从2021年的75.3%降到70.3%。 今年,在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中国经济则预占乏力的对比下,这个比重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 至于对外关系,就拿一带一路高峰会本身来说,2017年首届峰会上有29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2019年的第二届增加到36位,而今年的第三届则降到22位。 其中,来自欧洲国家的更从2017年的占总数三分之一大幅降为,今年仅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捧场。 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恶化,特别表现在外资对于进入中国的兴趣锐减。 篇幅所限,无法列举一系列数字。 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一年下滑5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本身,应该足以打击习近平的信心与野心了。 事实上,自从俄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以来,习近平绝口不再讲什么东升西降,显示他此前的国际战略判断是根本错误的。 至于习近平口中的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似乎正在朝着与他的梦想恰恰相反的方向呈现出来。 习忽然爱美,都是为了救经济。 习近平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终于决定进行此次美国执行的。 今年以来,为了拉抬经济,习近平领导层再三发出信号,试图寻回并起稳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的信心。 但是,无奈习政权在这方面的政治信用接近破产,加上在国家安全名义下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继续阻碍外国资本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信号都效果了。 现在,习近平亲自出马到访美国,目的很明确,就是借助美国来拉抬经济发展,缓和与西方关系,并缓解内部不满。 为此,习政权已经不惜自打耳光,前段时间就开始严格控制中国内部的反美舆论了。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需要,特别是在明年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的背景下。 美国会不会为了这些需要而放弃近年来的对华基本战略,转而接受一个前句后宫言而无信的习近平,那应该就不是习近平一厢情愿所能左右的了。 也许会有人相信习近平忽然爱美的那些言辞,但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辞,要能赢得舆论与民心,恐怕还是很困难的。 要习近平根本调整,他自己十年来,赖以集中权力,赖以打破任期限制,赖以自信,为世界领袖,并赖以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那一套治国路线和内外政策,恐怕是更为困难的。 如果习近平不会做这样的调整,那么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就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中国经济一旦复苏,也就很容易想象出习政权再次显示出几个自信的那种状态了。 至于根植于中共政治制度的对内暴力镇压对外扩散全球疫情等所作所为,也就仍会一以贯之了。 因此,期望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能够根本缓和两国关系,甚至有助于稳定世界局势,说的好听是原木求鱼,说的不好听是拜魔赐福。